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有谁注意到杨子的腿? 同况穿长裤的张家辉,对比小腿比男人还粗。 身段关于一个演员来说,请求连续都是相对刻薄的, 尤为是关于当今少许相对火的明星,就更多人眷住了。 而杨子呢,她是一个长相甜蜜心爱的女孩子,颜值也是相对高的呢, 长得确凿是非常美,她的气质也不错,近来由于酷爱的,酷爱的, 她胜利大火了起来,也被人说自带旺夫体质,近来她还带火了欧豪呢。 光看她的脸呢,看上去确凿是非常心爱,圆圆的, 非常多观众即是稀泛如许的脸,看上去会加倍接地气少许, 而她通常穿的衣服呢,也都是相对简略的呢, 此次她穿了白色的T恤,看上去简略又心爱。 但是她的穿搭连续都不太埋头的感受, 她的团队是不是有什么疑问呀? 在此次影戏的公布会上头,有谁留意到杨子的腿? 她其实穿了一条悬色连衣裙,这裙子是相对从简的, 只是她如许显得她的胯大,腿粗呀。 同况穿长裤的张家辉,她的腿看上去是真的挺粗的, 而这条裙子呢,或是鹿小腿的计划, 所以如许看上去,她的腿就加倍粗了, 女明星关于身段请求是相对严酷的,如许不太美吧? 比你小腿,比男子还粗。 如许看上去,她的腿确凿要比张家辉还要粗的感受, 她穿的鞋子呢,是一双血色的高跟鞋, 显得她更高了,拉长了腿形, 看上去她的身段比例会更好一点。 只是她的裙子真的太显腿长, 并且显得身段五五分的感受, 真的别如许穿了,原来她长的是相对高的, 如许穿,好显矮的感受, 一点都不适用她呢, 还好这裙子是一字间的,会加倍显瘦。 她大概如许穿会相对悦目, 像如许,她穿了一双悬色高跟鞋, 搭配一条相对简略的悬色连衣裙, 非常摩登的装扮, 并且另有几分女人为,如许加倍适用她吧。 杨子新剧开机,不穿礼服宛如林家小妹, 这才是她的真实颜值。 而在当天的活动中, 杨子身穿剧组开机纪念的蓝色条纹T恤, 搭配简约牛仔裤, 看上去也就是一个林家小妹的样子。 不少人都对杨子当天的状态给予了肯定, 认为这才是杨子真实的颜值, 就是属于清新且亲切的类型, 干干净净的风格才是最适合她的。 可是,一直以来, 她的颜值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执着于观察杨子的颜值?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自从杨子长大后在娱乐圈里发展, 她的颜值就受到了非常多的争议。 宋丹丹说她的颜值在娱乐圈里没有任何优势, 让她好好读书, 而大家也觉得她相貌不出众, 甚至怀疑她整容了, 说她和小时候长得不一样。 杨子曾经多次否认整容的事情, 谁会和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呢? 但也还是要被大家吐槽她的颜值。 之前在《青云之日》中出演了一个角色美女的美女, 被全网巢, 后来才凭借湘密证明自己是可以出演仙侠剧的, 又凭借亲爱的热爱的证明自己是可以出演偶像剧的。 杨子用实力告诉大家, 只要有演技, 任何题材的作品和角色, 她也都是可以驾驭的。 正如部分网友所说, 杨子也不用理会那些整天盯着她穿什么的人, 她就好好演戏, 有作品也有演技, 录人缘和口碑自然也就不会差的。 和那些知之道比美帝女艺人相比, 她的地位已经非常优越了。 也许做一个女艺人, 杨子并不是特别出众的那一个。 但是做一个女演员, 杨子还是相当合格, 也十分靠谱的。 最起码, 现在观众提到杨子的作品, 都是带着信赖和看好的眼光。 杨子吃火锅, 迪丽热巴吃火锅, 居静一吃火锅, 看到赵丽颖, 吃货无疑。 俗话讲没有什么事, 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不行就两顿, 充分说明了现如今国人对于火锅的狂热, 简单的来讲就是不仅普通人会喜欢吃, 就连娱乐圈的明星们也一样, 比荣通过小编今天要向大家分享的故事, 你就可以了解到杨子, 迪丽热巴, 居静一和赵丽颖在吃火锅时的不同模样, 简直就是吃货无疑了。 首先来看杨子, 因为是同兴出道的关系, 从小到大网友对她都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正处在减肥阶段的她目前, 在面对火锅的时候, 也就只能在镜头前摆摆样子, 过一过眼瘾就可以了, 从头到尾都是没有吃一口的, 这般的意志力也真是没谁了。 再来看迪丽热巴, 她这一次被拍到吃火锅, 是在一档真人秀节目当中, 作为发起的人的她要亲自准备各种食材, 整个过程与学员们互动的也是非常的开心, 完全达到了导演组对这一顿饭的要求, 所以全程下来她也吃了不少, 又要做节目, 又要吃, 还真是难为她了呢。 再看剧静一吃火锅, 人称四千年美女的她向来都是靠超高的颜值博人眼球的, 所以就算是在吃火锅, 只要是有镜头在拍摄, 她依旧是会持分自己的女神形象, 无论是加菜还是吃菜, 每一个动作都特别小心翼翼, 一副生怕自己哪一点没留意到就会被丑化的样子, 最后便被称之为吃货无疑的赵丽颖, 从她刚出道开始熟悉她的人对她的饭量就都特别的佩服, 如今碰上了特别爱吃的火锅后, 更是按耐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了, 即便旁边有镜头拍摄, 她依旧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这样的吃相怕是在整个娱乐圈也很难再找到第二位女星了吧。 那么你还见过哪位女星吃火锅的特殊样子吗? 迪丽热巴穿婚纱, 景田婚纱, 杨子穿婚纱, 杨颖穿婚纱, 看到最后, 仙气满满。 大家都知道女明星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内容, 不论是参加综艺还是拍戏, 都不免得会穿一次婚纱。 而现在这些当红的女明星本身长相就非常漂亮, 身材更是优越苗条, 所以当她们穿上婚纱后肯定也会美得不可方物, 让人看着心动不已, 那现在就来看看女明星穿婚纱都啥样吧。 她那双深邃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让她感到有点异国情调, 眼神很吸引人, 眼睛如此灿烂以致看起来越来越可爱。 热巴绰号胖迪, 其实她并不胖只是有点婴儿肥而已, 第一眼看到她就爱上她了, 真的是好美。 景田走的复古路线, 无论是婚纱还是照片风格。 婚纱的上半部分是旗袍的样式, 而下半身就是婚纱的裙摆状, 裙摆处层层叠叠, 北风吹得飘起。 杨子简洁的婚纱, 少女气息满满, 好像是为杨子量身定做的一般。 想象着这样, 她穿着这样的婚纱牵着父亲的手, 从舞台的一边走到另外一边。 杨颖的婚纱照精致的就像是一个雌娃娃, 在头纱和婚纱遮挡下露出一张小脸。 虽然杨颖的颜值一直是大家争执的话题, 但是不得不说杨颖现在的颜值真的是非常高, 先不说演技不说争议的话题, 杨颖真的是美帝让人无可挑剔。 鼓励纳扎也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位大美人啊, 并且纳扎不论是身材还是长相都很优越, 只要看到她就让人忍不住想吐槽造物主的偏心, 因为她实在太美了。 而途中纳扎穿着白婚纱的模样更是惊艳无比, 白嫩的皮肤配上亮丽的五官, 整个人就好像会发光一样, 不光美丽动人, 更是仙气满满, 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天上跑道繁尖历练的仙女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